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这一堂课我们要介绍耶稣的族仆 那在当你上完这堂课之后 你就能够了解为什么路加所列的族仆和马太所列的族仆 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首先是路加福音的序言 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一到四节 路加此书写作的对象是提阿非罗了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爱神的人或是神的朋友 路加在另外一部著作《使徒行传》 也同样写给提阿非罗 路加在此称提阿非罗为大人 这个通常是对当官的尊称 例如在《使徒行传》中有称为斐利斯大人 《使徒行传》23章26节 还有24章第三节 还有另外一位叫非司徒大人 《使徒行传》26章25节 路加的写作资料是从传道人那里得来的 而传道人是亲眼看见耶稣所做的事 他们是事实的见证人 那这一点也是成为使徒的必要条件 当使徒们聚在一起 准备从门徒当中拣选一个使徒 以代替已经自杀的犹大使 使徒们便列出候选人的条件 这里说 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 就是从约翰师信起 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身的日子为止 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 立一位与我们同坐耶稣复活的见证 《使徒行传》一章21到22节 路加很诚实地告知 他的写作资料是从他人而来的 在经过他的详细考察 确认无误之后 才按部就班地记录下来 资料的来源 虽非神的启示 但是路加的写作是神所漠视的 请各位参考提摩太后书的三章16到17节 这里的按次序写下 不是按照故事发生的前后次序 而是按照故事的连贯性 还有主题而记录下来的 路加要读者放心 他所写的都是千真万确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的序言 有关于道成肉身 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到18节 首先第一跟第二节 这边讲到太初有道的太初 这个用词跟创世纪一章第一节中的起初是同一个用词 时间是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刹那就开始的 太初有道是指在神创造万物的那一刹那 这道就已经存在了 这道在创世以前就一直与神同在 而且在创世之前他一直都是神 约翰福音里面的一章第一节 希腊原文用过去不完全动词来传达这个道 在过去就一直存在 他一直就是神了 道就是成为肉身之前的基督了 一章14节 基督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那相关的经文各位可以参考 约翰福音的17章第5节 以福所书的第一章第4节 约翰一书的一章第1节 然后呢 道这个字英文是word 希腊文叫lagas 就是话的意思 神的神性跟永能 以及神的心思意念是借着道 或者是话启示出来的 这道就成了神的启示者 因为他本身就是神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9节说 因为神本性一切丰盛 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神在末世是借由基督小玉 给他小玉神的旨意 给世人知道的 希伯来书一章1到3节 将神给表明出来 约翰福音一章18节 约翰福音一章第1节 显明在上位道成肉身之前 这位道一直都是神 他与神的地位相同 在道成肉身之后 而成为神的独生子 约翰福音一章14以及18节 或叫神的儿子 路加福音一章35节 此时他取得奴仆的形象 就不再和神有同等的地位了 斐利比书2章6到8节 他仍然与父神有相同的神性 只是取得儿子的地位 完全顺服于神的旨意 约翰福音一章1到2节的启示 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时间方面 道从太初就存在了 第二点与神关系方面 道一直与神同在 然后它的特质方面 第三点 道一直就是神 其一直具有神性 然后第三节 道就是造物主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有一个宗教团体 耶和华见证人 他们否认耶稣的神性 他们宣称耶稣是神第一个创造之物 然后神在借由他创造宇宙万物 但是这个经节很清楚地采明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若耶稣是受造物 就表示耶稣自己创造自己 这当然不合逻辑 基督是造物主 所有神创造之物 都是借由这位道 也就是基督创造出来的 他不只创造万物 而且他拖住万有 根据西伯来书的一章二 以及第三节 这宇宙万物都是靠着基督的全能 才能够持续运作的 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的一章四到五节 生命和光都是永恒神才能提供的 耶稣就说了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生命的光 然后他又说了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 基督是生命 无论是属世的属灵的 或是永生的生命都靠基督而立 另外基督是光 照亮着黑暗的世界 但黑暗世界里的人 却不接受光 这是第五节 原文这个接受有另外一个意思 胜过的意思 所以约翰福音的一章第五节 根据新译本的翻译 是这样翻译的 光照在黑暗中 黑暗不能胜过光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 无法胜过基督的全能 神借由道提供福音的光 以指引这个黑暗世界里的人 那愿意行真理的 必以来救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一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第五节 光照在黑暗里 这个动词照 是现在式动词 那当约翰写这段经文时 大约是在祖后九十六到九十八年 那个时候 基督复活升天 已经有超过了六十年 这光仍然照在这个黑暗里 而今天 基督福音的光 仍然持续地照耀在黑暗里 而且这个黑暗 仍然不能胜过这光 好 六到八节 道已经介绍完毕了 现在开始要介绍 施进约翰这个人了 与前面第五节 第五节形成对比的是 这个约翰是神差派的使者 为光 也就是为基督做见证 叫众人因他 因约翰 可以信耶稣基督 第七节 这里出现两个重要的关键语 见证还有信 那在约翰福音里 见证一词 有出现约四十五次 而信出现了约九十九次 对基督的信 可经由人的见证而加强 保罗就说了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 借由约翰见证基督 以及基督的话 使人产生对基督的信心 信心不是靠个人的感觉 而是靠基督的话 另外 圣经里面的信心不只是心里相信 也要有所行动 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说 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我们继续看九到十三节 基督是那道真光 照亮世上的人 然后他创造这个世界 然后他来到这世界 自己创造的世界 但这世界却不认识他 九跟第十节 这里的世界是指那些 不顺从主耶稣基督的人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跟十九节 他们不认识基督是因为他们 眼睛闭着耳朵发尘 心里蒙了油 不愿相信眼睛所看到的神迹 以及耳朵所听到的神国的道 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三到第十五节 基督来到自己创造的地方 但自己的人不接受他 也就是他自己的犹太同胞 他们是神的选民 反而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 是救主的事实 那这里的不接受原文 带有拒绝不愿意接受的意思 请各位可以参考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 还有罗马书的十章二十一节 他们最后将神的儿子 钉在十四架上 耶稣就以恶元户的比喻 来描述这批邪恶的犹太百姓 在路加福音二十章的十四节 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我们这是十二节 新一本的翻译 这里显示信耶稣就是接受耶稣的人 耶稣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也就是凡信耶稣 接受耶稣的人就有权成为神的儿女 但不是马上就成为神的儿女 真正的信心总是要带出顺服的行动 圣经教导要成为神的儿女 除了先要有信心之外 还要悔改 承认 受尽 这些都是必要的行动 根据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 罗马书十章第十节 还有彼得前书的三章二十一节 没有行为的信心 这信心是死的 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 那这些信而成为神儿女的人 不是从属世生的 而是从神生的十三节 也就是属灵的重生 约翰福音三章三到六节 借由神的道 透过水的禁礼 而达到重生的目的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六节 约翰福音三章第五节 还有以福所书的六章十七节 十四节中 这边讲到道成肉身 你知道吗 神住在肉身之中 这完全违反古希腊的哲学观 圣洁的神 怎么可能住在邪恶的肉身之中呢 这真是不可思议 这位造物主竟然来到人间 住在肉身之中 与人相处 这很难想象 这位肉身的神 与人一样有七情六欲 他会累 会哭 会生气 也会因为人的情欲 而受到罪的试探 那住在我们中间 这个住 原文的意思是帐篷的意思 圣经常以帐篷来比喻身体 譬如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一到四节 还有彼得后书的一章十三跟十四节 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 充满了神恩典以及真理的特质 那神丰盛的特质 透过基督彰显人间 作者约翰就说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这是神在人间帐篷的荣光 在《出埃及记》有记载 当以色列人将帐篷立好之后 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篷 《出埃及记》的四十章三十四节 没有人真正的见过神 那当摩西要求耶和华显荣耀给他看时 神就告诉他说 你不能见我的面 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出埃及记》三十章二十节 但神允许摩西看到他的背后 神成了肉身之后 使得人可以看到 那原本不能见到的神 约翰说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复独生子的荣光 那这里可能是指 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时 有彼得、雅各、约翰 亲眼目睹耶稣改变形象 荣光适色 父神从天上就发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根据马太福音的十七章一到八节 马可福音的九章二到八节 还有彼得后书的一章十六 一直十八节 独生子 这一词是由两个希腊字 mono、Gnex所组成的一个复合字 它的意义是单一种类 那个mono是独一 而Gnex是种类或本质的意思 这个字也应用在以撒身上 他是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 根据西伯来书十一章第十七节 这表示儿子的特质与父是同一类 以彰显其独特性 因此耶稣基督与父神有同等的神性 我们继续看第十五节 诗经约翰这位神的独生子 为这位神的独生子做见证 他说 那在我以后来的 反成在我以前的 那就年龄而言 耶稣比诗经约翰小六个月 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六节 就传到经历而言 诗经约翰是开路先锋 但是耶稣是后来居上 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 那在还没有诗经约翰以前 耶稣基督就从亘古就存在了 因为他是神 十六节这边说 从他丰满的恩典礼 其实原文没有恩典这一词 应该要翻译作 从他的丰盛礼 这是新一本的翻译 丰盛代表完全的神性 那么保罗也用同一个希腊字 形容基督 在哥罗西书的二章第九节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作者约翰见证 他领受了耶稣的神性 而且恩上加恩 极其丰盛的恩典 十七节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这个经节 常常被误解成旧约只有律法 而新约才有恩典 事实不然 作者约翰在此是要表明 律法和恩典的来源 神在西乃山 也就是在和列山 将律法赐给摩西 摩西再将律法传给以色列人 所以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由于神的恩典 神在透过摩西传律法给以色列人 使他们知道可以用献祭的方式 可以与神亲近 这律法有其阶段性的任务 是要引人到基督那里的 加拉太书三章二四节 当这位满有恩典与真理的基督 住在人间 神的恩典与真理 便毫无保留地经由基督表明出来 神的恩典与真理一直都在人间 只是在旧约时代是借由摩西律法 做有限度的启示 直到基督来临 神的恩典以及真理 才完完全全的启示出来 所谓的恩典是神所赐的礼物 他无法靠人本身的行为去赚得 而只能靠神指示的方法来接收这份礼物 真理是另外一个在约翰福音里的关键字 出现了有五十五次之多 耶稣说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真理是毫无虚假 因为它是从神而来的 而且只有真理才能使人 从罪的捆绑中得自由 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 我们继续看一章十八节 从来没有人与神亲近到 完全晓得神的神性 只有这位曾经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丰盛的神性表明出来 在父怀里这一词 就形容圣子与圣父之间那种亲密关系 所有父神的神性与特质 在基督的身上完全表现出来了 耶稣就说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九节 因为基督是父神本体的真相 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 约翰福音的序言就到此结束了 好 这序言启示了道成肉身 以显明神以及神的特质 那这序言可以归纳成三个段落 第一个 道永恒的神 以及起初的创造之功 一到三节 那第二项是基督的光 相较于罪恶世界的黑暗 四到十三节 第三段是神的恩典与真理 也是透过基督完全显现的 十四到十八节 约翰福音的引言非常独特 在四福音书当中是读书一致 除了表明基督的神性 及其与神的关系之外 并且告诉读者 神亲自来到人间 面对大众传讲神的话 好 接下来这一段 我们要介绍耶稣的主仆 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一到十七节 以及路加福音的三章 二十三到三十八节 马太和路加所列的耶稣主仆 有极大的不同 马太所列的主仆 是从上往下的表列方式 从亚伯拉罕开始 直到约瑟以至于基督 虽然约瑟不是基督的亲生父亲 但犹太人重视父系家仆 马太的表列方式 符合犹太人的期待 证明基督是亚伯拉罕 还有大卫的法定子孙 那路加所列的主仆 是由下往上的表列方式 他先介绍耶稣约三十岁开始传道 然后说依人看来 他是约瑟的儿子 而约瑟是西里的儿子 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 因为基督是从圣灵受孕的 直接从玛利亚而生的 但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 所以依人看来 基督是约瑟的儿子 而约瑟又是西里的儿子 但是根据马太福音一章十六节 是雅各生约瑟 所以约瑟的父亲到底是西里 还是雅各 难道是同人不同名 或是有另外的原因呢 此外路加所列的祖母 从基督一直到亚伯拉罕 共有五十五代 而马太子列了四十二代 而且从大魏以下祖母的名字 又大不相同 因此最合理的解释就是 路加所列的祖母 是根据玛利亚的家族 约瑟是西里的儿子 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 指的是因婚姻而产生的父子关系 路加依照亲生母亲 祖母的表列方式 以显示旧血缘而言 耶稣也是亚伯拉罕与大魏的子孙 路加所列的祖母 一直追溯到亚当 而亚当是神的儿子 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节 如此显示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 如此的诉求 也的确符合希腊人的期待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要来解释 马太所列的耶稣祖母 请各位翻开到 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马太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 所以他必须提出证明 耶稣就是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 他开宗明义就说 马太福音一章第一节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魏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仆 你看亚伯拉罕和大魏 在犹太人的心目中 是最重要的两位祖先 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 万族会因他得福 请参考创设计的十二章 一到三节 二十二章的十七跟十八节 二十六章的第四节 以及加拉太书的三章十六节 而大魏的子孙是国魏的继承人 撒姆尔记下七章十二到十三节 这位弥赛亚将会在大魏的宝座上 做王 根据以赛亚书的九章六到七节 虽然他们心中的王是地上的王 但这位弥赛亚却是属灵国度里的王 马太亚一开始便将耶稣基督的 与这两位犹太人的祖先 最重要的祖先 把他串联在一起的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 耶稣是希腊文 就等于西伯来文的约书亚 意思是救赎主 或者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 那希腊文基督 相当于西伯来文的弥赛亚 意思是受高者 那在旧约时代 只有王、祭司还有先知是受高谋的 而耶稣基督刚好应验了这三种身份 耶稣是名字 而基督是头衔 那这句主耶稣基督 意思是拿瑟勒人耶稣 坐在大卫宝座上的主 后来基督就成了耶稣的代名词了 各位可以参考第十六节 因为基督徒已经接受了 耶稣就是神的受高者 基督了 我们继续看 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三到六节 在这一段经文里 马太列出耶稣四位女主先 第一位 他马士 这是第三节 是犹大的儿媳妇 他用记从公公游到那里得子 这个故事发生在创世纪的三十八章十二到三十节 另外一位叫拉荷士 这是第五节 他是耶利哥城的妓女 他因信接待了以色列的探子 也因此当耶利哥城被以色列人攻占时 他和他全家的性命都得以保存 故事发生在约苏亚记的二章一到二十一节 另外西伯来书的十一章三十一节 第三位叫路德士 第五节 是摩押人 他是大卫的真祖母 他对伯婆的冲心 以及与阿波阿斯的爱情故事 就记载在路德记里面 赫人乌利亚的妻子 拔士巴 这是第四位 在第六节 大卫如何取得拔士巴的故事 就记载在撒摩押记下的十一跟十二章 那这几位耶稣的女主先 许多都是外邦人 那这里显示 虽然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 但神也没有放弃外邦人 也将他们纳入神的救恩计划当中 好 我们继续看第八节 约兰申乌西亚 乌西亚又名亚撒利亚 请各位参考一下 《瓦尔列王记》下的十五章第一节 那根据历代至上的三章十一到十二节 约兰跟乌西亚 也就是亚撒利亚 之间还有三代 哪三代 亚哈谢 约阿斯 还有亚马谢 他们没有被马太 列入到耶稣的族谱里面 亚哈谢是北国 以色列王亚哈家的女婿 根据《列王记》下的八章二十七节 可能是因为亚哈和妻子耶稀别的恶行 使得女婿亚哈 使得女婿亚哈谢以及之后的两个子孙 约阿斯 还有亚马谢 从名单中被剔除掉了 如此也刚好符合马太三个十四代的分类法 马太福音一章十七节 继继续看十二节 马太与路加所列的耶稣主仆 在撒拉帖还有索罗巴伯 再次交会 请参考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七节 索罗巴伯是带领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的领袖之一 根据以色拉记的二章第二节 继续看马太福音的一章十六节 亚各生约瑟 那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你看 马太没有表列约瑟与耶稣的父子关系 而只列出了约瑟与玛利亚的夫妻关系 但却明确表示说耶稣是从玛利亚而生的 因为耶稣是同女怀孕的 所以与约瑟没有十七的血缘关系 十七节 马太亚以三个十四代来帮助犹太人 来记住耶稣的祖母 那第一个十四代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 而第二个十四代通通是王 从大卫王一直到约西亚王 大卫同时被列入第一跟第二个十四代的名单当中 第三个十四代是从耶歌尼亚那边开始的 耶歌尼亚又名约亚金 在列王记下的二十四章第八节 他们被掳至巴比伦开始 一直到耶稣基督为子 这是另外一个十四代 路加所列的玛利亚祖先 从大卫一直到亚伯拉罕就和马太所列的完全吻合 如此显示 玛利亚和约瑟都是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后代 这一堂课我们到此告一段落 希望到目前为止 您对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 以及耶稣的主仆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 下单课 我们会介绍主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 施敬约翰的诞生 请大家先预习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